各位學員大家好 各位同信 各位學員 大家好 我們到六點之前有半個鐘頭時間 那我這個就是利用這半個鐘頭時間 來跟各位報告相關我們將來這個 如果我們總有一天會成功的嘛 如果我們民政府真的接了這個政權的話 要來治理跟管理我們這一塊美麗的寶島 我們希望把這個地方建設成人間的樂圖啊 那要去怎麼做呢 要怎麼去做呢 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大工程啊 我在2002年啊 有一個機會到這個紐西蘭 去參加環太平洋地區的這個關於住宅的這個 還有土地利用的這個學術研討會 那我前後10天左右參觀了南島跟北島 整個紐西蘭就像一座大花園啊 我們開會的地點就在那個基督城 那基督城啊 號稱花園城市 它的公園啊 人口只有30萬 公園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公園 僅次於紐約的中央公園 但是紐約的人口有多少呢 當然是好幾百萬啊 紐約地區 那基督城的市中心區 有一條A方River A方River的那個河道啊 最寬大概就是我們這個牆壁到那個牆壁 那有些地方是只有這個柱子到這個牆壁而已 甚至於更窄的話就是這個柱子到這個地方而已 非常漂亮 沿著那個河岸啊 兩岸都有樹木 那一邊比較寬敞的地方呢 樹木好像森林 然後樹下都是草皮 那個河流清澈見底 可以划船啊 各位想像一下 這樣的地方哪裡去找啊 我看了實在是非常的讚嘆 非常的讚嘆 我沿著這個A方River 一直走走走走到這個他的公園 公園是大 真的是很大 那公園旁邊呢 有一個藥用食物園 在旁邊呢 有一個九個洞的高爾夫球場 所以是非常的漂亮的一個城市 那後來我也到那個北島去 到那奧克蘭 整個奧克蘭也是非常的漂亮 我去海邊玩 沒有聞到臭的魚味 魚的味道都沒有 也沒有什麼呢 也沒有那個垃圾在海邊 非常漂亮 那我們希望將來 假定 我們有一天真的是取得政權的話 我們要所有的公務員都要去拜訪 都要去這個紐西蘭去取經 我為了要節省這個旅遊的經費 我就住在那個學生的自助旅行的這個宿舍 我碰到了阿根廷的學生 大學生 他到那邊去 我跟他聊天 他說他為什麼到紐西蘭去了解紐西蘭農業 他說我們阿根廷有很好的農業資源 但是我們農業發展不足這個紐西蘭 他也大 他就是到處觀察 紐西蘭的這個農業建設 然後去住到那個基督城的那個地方的時候呢 他跟我碰在一起 他說他是專程到紐西蘭來學習跟取經的 我這樣講主要是一個開場就是說 要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要有一個標竿 我們要建設台灣成那個標竿的 標準的一個地區 讓台灣不像現在的污染 讓台灣變成適合我們子子孫孫 能夠適合居住的地方 那要怎麼做呢 不是那麼容易的 可以說是百費待局 台灣現在是百孔千商 因為百孔千商所以就百費待局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精英分子 我們需要大量的精英分子 有老中青三代這樣一直繼續下去 老一輩死掉呢 這中生代又上來 然後又有更年輕人上來 這樣一代一代下去努力 至少要經過50年才有可能像紐西蘭這樣子喔 要50年的改造 我碰到一個紐西蘭我跟他說 我很讚歎你們的這個環境保護的這麼好 沒有化學工廠 沒有農藥工廠 沒有那個化學回料工廠 他們的那個滿山便宜的牛糞跟羊糞 都用機械去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呢回到農場去 有一個每一個農場都有一個自己的這個 這個有機農有機的這個肥料的製造廠 跟人的排泄物跟動物排泄物都放在一起 然後製造成肥料 然後再散播到這個草皮上去 是這樣的一個進步的社會 農業發達的社會 那這樣的讚歎 我們只能夠停留在讚歎的層次啦 但是事實上我們總有一天 要真正的掌握這個政權 來監視台灣這個地方 怎麼樣來做建設 就是我現在想要跟大家報告的 我是很幸運的在1999年的時候呢 因為在1998 1998年的年底的 一場這個 或者是1999年年初的 1999年初的 一場這個公聽會裡面 我在那個公聽會裡面呢 發表了大概30分鐘的這個 關於財政收支發分法的這個 修正案的意見 然後呢 那一場這個公聽會啊 是由國民黨的朱鳳之立委 跟桃園縣長這個呂秀蓮合辦的 那本來是說要在這個立法院辦 後來因為呂秀蓮他說他很忙 沒有時間到立法院去 所以朱鳳之的立委就跟我說 要在桃園縣政府的第12樓 第12樓是縣長辦公室的這個 對面的這個 會議室辦這個公聽會 那我也是第一次到桃園縣政府去啦 這個公聽會的時候呢 關於這個問題 關於財化法的問題呢 我研究了30年了 所以語會的學者就公推我 首先發言 我大概講了這個什麼半個鐘頭 我在講的時候呢 只看到台上的朱鳳之跟呂秀蓮 平平點頭啊 很同意我的主張跟論述 論點這樣子 那開完會的時候 因為我一向是專長這個地方財政 就跟幾個個地來的地方財政局局長 都熟悉 所以開完會 大部分學者都先離開了 那些財政局長就邀請我到 桃園縣政府的財政局局長的辦公室 去聊聊去喝茶 沒有想到到過了兩個月的時候呢 我就變成那個財政局長 財政局的位置是我坐的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之前這個財政局長也是姓蔡的 他是彰化縣的和美人 我是彰化縣的二水人 是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局長呢 他已經做了將近十年了 做了將近十年的時候呢 當然地方的情況是非常熟悉 然後呢 就跟當地的議員有合作一些生意 合作一些生意 然後為了這個庫款轉存款的事件 然後在鬧得這個整個局裡面呢 分人兩派 鬥得這個這個這個 非常厲害 鬥真的很厲害 然後又涉及這個違法事件 結果就被停止了 臨時要找一個新的財政局長 結果因為我在那個工廷會裡面 講的那些話 李秀蓉就打電話到我家來 他還不知道怎麼找 他找到我家來 然後就說 希望我能夠去擔任財政局局長 我跟他說不妥吧 我齁 一方面我不是民營黨的 另一方面 我在政治上一直都是跟著李登輝 李總統做事的這樣子 那他就說 我要請你來做事 不是要請你來做官 如果李總統 他隨時需要你去當任財政部部長 或者財政部次長之類的 那你隨時都可以去啊 那我就跟他要求兩天的時間來 來思考 還不到兩天他又打電話來 你想一想結果 你想了一天多的結果 有什麼結論啊 能不能來啊 拜託你一定要來這樣子 那我想我已經徵詢過 三四個親戚朋友的意見 大家都覺得說應該去做看看 那我就來啦 我就跟他答應 答應了以後呢 很快啦 就辦那個辦這個戒調 我說一定要辦戒調 很快這個中央研究院院長 他就去找那個李遠哲院長要人 要戒調 結果很快就辦完所需 然後3月15號 我就上任了 就上任 走馬上任 從來沒有做過官 要上任之前 我也是戰戰警警 從來沒有做過行政官 會有點害怕 能不能勝任 能不能做得好 有點害怕 那我來 來了之後呢 這個 很快的 因為我專長這方面 念過很多文章 結果公文一看都是很簡單的事情啊 公文對我來說都很熟悉 討論的案子我也很熟悉 結果就這樣子 但是我大概一個月左右 我就覺得說 哎呀財政局長真好耶 真的中華民國的官喔 真好 我來還算忙的喔 我之前的財政局長來 8點半到 就開始泡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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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就去喝酒吃飯 吃飯就喝酒 然後我不來這一套 我大概都是準8點半之前到 但是我通常都是6點就出門了 剛開始的時候我沒有司機 他有一部車是前局長的車子 就由我來開了 我就開來開去台北到桃園之間 我大概6點就出門了 我6點半就去巡視 6點半就到桃園了 就進入如阻 或者6點半就進到 到那個什麼到大溪 走三路就到大溪走二高 走一高過來就是盧竹 我6點半到盧竹 7點半大概就到大園鄉 我沿途大概走得很慢 不會馬上到 我沿途就看什麼 看學校的建設 看到路的建設 看田裡面的 然後7點半到大園 8點半到官林 9點半到那個新屋 到了新屋到9點半了 我就打電話到辦公室來說 欸我的秘書 今天有沒有重要的會議 或者有沒有重要的公文 我看不行 他說有我就從新屋 又上高速公路了 就回來了 從新屋到陽梅 就上高速公路就回來了 或者從新屋那時候 快速道路還沒好 但有一條路 可以上高速公路就回來了 就到中壢就回來 如果沒有重要的事情 需要我辦的 我就繞到陽梅 然後就進入這個什麼 這個龍潭 然後到大溪 這樣繞回來 繞到八德 然後到中壢怎麼回來 中午才回到辦公室吃中飯 那如果走三路的話 就相反的方向就這樣繞 我到處看到處看 有幾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首先我剛上陣的時候碰到問題就是 南坎完全中學這個案子 南坎現在目前那裡 完全中學在五福宮前面有一個 3.4公頃的這個高中預定地 那本來應該徵收的 徵收那塊地大概14億 如果不徵收的話 那個南坎完全中學就要建立一個 就是南坎國中跟國小就要合併 把南坎國小廢掉 廢掉以後呢 就變成完全中學了 然後另外就要在附近蓋兩個國小 我是非常反對這樣的案子的 那剛上陣這個問題就很棘手 那我大概下班以後呢 我經常就到南坎附近 巡守巡視 然後接觸民眾問民眾意見 大家都反對這個案子 但是因為兩個立法委員 陳庚德立法委員 還有不曉得哪一位 還有當地的先議員都反對什麼 反對徵收那塊地 因為那塊地有既得利益在那邊 當時一平地大概是25萬左右 如果你徵收的話 那個徵收價格只有頂多是 大概14萬 14萬 所以當地的這個使用這塊地的一些人 他就反對他當時的政治人物都反對 因為都有利益關係嘛 這差太多了 頂多14億 那如果賣掉的話大概是25億左右 差11億嘛 所以這裡面就有人分張 就一直反對說 政府來徵收這塊地 要讓他們繼續使用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徵收 那為了這件事情就發生很多爭執 我跟教育局長之間就有很多爭執 我是具體力爭 但是背後呢 背後的立法委員力量很強 我甚至於為了要達成我的目標 我要求教育部給我補助 要求教育廳給我補助 要求我還寫信給李總統寫了兩封信 他交給黃工會辦 黃工會是最會踢皮球的這個秘書長 所以他就提皮球提給教育部 教育部回函就是說 我只要能夠徵收土地的話 他一定會同意我 我們這個桃園去 蓋一個高中 而不是完全中學這樣 把那個地方變成文教區 因為南侃地區將來是25萬人口的 這個都市計畫區 沒有一個文教區沒有一個高中是不對的 我把這個事情跟那個當時的這個省主席啊 這個趙索伯 他一聽到說 整個都市計畫區 人口有25萬 居然沒有一個高中 這是不對的 他也打電話給教育廳長 一定要給我相當的幫忙 但是呢 由於成文德在背後阻擋 還有一些這個先員在阻擋 所以縣長都不表示意見 這個就是他的錯誤了 他知道那邊有很多利益在那裡面 他沒有堅持 他沒有堅持 所以最後我當然就放棄我的這個堅持 因為他們 他們有一批人 就是桃園幫的 都在看那塊地的這個好處 歷史這樣的事情 將來我們將來啊 假定啊 我們民政府執掌政權的話 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這件事情 距離歷政的時候 距離歷政以後呢 得到當地的居民 非常非常的肯定 我在電視上 在那個 縣議會裡面 開會的時候 我都表示意見 那公文往來也是非常清楚 那這件事情以後呢 我就更覺得說 很多 很多案子 上面都不清楚 甚至於局長 這個自己本身負責的局長 他都不清楚 到底基層民眾 要什麼東西 而上面的這些局長 局處所長 都是看這個 副縣長啊 縣長啊 或者立法委員啊 甚至於這個這個這個 縣政府的縣議員 縣議員的權力都夠大 幾個人聯合起來 他們要求什麼 就給他什麼 而不是說去看民眾需要什麼 啊我相反啊 我的作風完全不一樣 我因為這樣到處跑 今天跑 跑海邊 從海線走起 明天從山線走起 這樣看來看去 我大概三個月整個桃園線 我就走遍遍 然後我到處看學校 那問學校的學生 你對這個 學校的老師的教學的方法 有什麼意見啊 如果沒有碰到學生 我就碰到這個附近的家長 我就問家長說 你覺得我們這邊的教育辦的好不好 這個國小辦的好不好 這個國中辦的好不好 還有學校的建設 他也沒有花太多的錢 這也是我的 我重點的工作啦 像我們這個上面 那邊有一個大家國中啊 大家國中花了三億四千萬 三億四千萬 比那個 宜蘭縣的那個 任的一個國中 他頂多都沒有超過兩億的 比起來非常妥陋 非常的這個 這個 品質非常的差 我去看的時候他心蓋好啊 校門前面的那個 磁磚已經都脫落了 都脫落了 我 因為沒有人認識我啦 我就跟警衛說 我要進去看看客員 我穿這個 穿 我是穿那個 這個這個 白襯衫 然後帶領帶 沒有穿西裝上衣嘛 那後來因為我有司機了 司機叫他在前面 在後面在 停車在那邊等 那我就說我是局長 我要進去裡面看一看 他也不能 他也沒有馬上就問校長 他就 他就讓我進來 我就去看看 那個PU跑道啊 也是新的咯 都發生問題啊 都發生問題 所以我 我就去找校長說 這個是誰要負責任的 我也跟教育局反映啊 你新蓋好的國中 怎麼可以前面的磁磚 幾部車壓過去都全部脫落 那裡面的皮膚跑道也有問題 也用了不久耶 這品質非常差 代表什麼 代表做偷工減料 那教室蓋的也是品質很差 比起這個 這個我們林口 我們這邊附近上的林口交易到那個 林口的叢林國中差太遠了 叢林國中也是標準36班 他花不到2億耶 這1億8千萬就蓋起來了 叢林國中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校園的這個 種樹的經費啊 大概只有兩百萬 兩百萬 我們的榮剛國中 我們的榮剛國中 校園的種樹的經費要求多少 要一千萬 要一千萬 還有榮剛國中 這個案子也是很奇特的 在我書裡面都有寫 我昨天五十年的那個 博士卿議會那都有寫 榮剛國中他蓋了什麼 標準36班 他只有幾班的學生啊 只有十二班啊 只有十班還是 一年級大概不到 大概只有八班 那我就問校長說 你為什麼一下子就蓋36班 蓋好 我說如果一年只有八班 這個三年級合起來只有24班 三年後你有24班 我說什麼時候你才會達到一年12班 然後呢36班全部用完 他說大概在十年之後 那既然在十年之後你就不應該蓋36班多一點嘛 你就不要蓋那麼多 因為十年之後 你那個那個 多出來不用的那些班的那個教室 就已經要維修要花錢了 啊為了這個事情像這種事情我都要控管 都要控管 那這個 觀念跟明代的正商勾結 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後來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條成功路 種了300顆的這個小越南人樹 他本來是已經有這個 已經種好樹大概種了十年 是福倫市捐出來種的 種了十年也是維俘也是福倫市維戶的 那是那種是什麼 棉花樹是什麼 木棉樹木棉樹已經種的蠻大 大概長這麼大了 都會長花還有長果實的 結果為了要什麼 為了叫做綠美花 內政部呼發起講說各縣市都要做綠美花工作 綠美花工作就撥了兩億過來 然後縣政府要撥兩億相對基金 有4億可以用 結果這些商人啊 正商勾結就來了 就怎麼樣子綠美花 把這個老樹都砍都挖起來 挖起來那種新樹 好種新樹也好啊 結果呢 種300顆的新的小越南人樹 花了多少 兩千萬 兩千萬 那挖起來這個木棉樹呢 就放在學校 也沒有邊境會給學校的時候 要去種起來 所以那些樹就死掉了 那新樹又很小 報紙就批評了 那我看到報紙 那天我一看報紙 這個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太離譜了吧 種300顆是兩千萬 一顆六萬肉 這太離譜了 我要我去看現場 我就跟我秘書說 我馬上去看現場 我沒有開車 我就走路去看現場 因為在走路附近就到了 走路到現場去看 那順便去拜訪這些 鄰近的這個商家 對於這個樹種成這個樣子 把老樹這個挖掉 這重新樹 像現在感覺怎麼樣 我大家訪問了十個人 十個人都有意見 都覺得不應該 都不應該 那我回來我就寫個報告說 不應該這樣做 應該懲處相關的人員 那這個事情就躲出來啦 躲出來以後呢 就有一個人 有一個農業局的來找我 基層的員工 局長啊 我來跟你講內幕啊 更精神的內幕啊 這應該是我們農業局 種的樹啊 種樹是農業局的工作啊 是我一個公營管理處的 我們有一個公營管理單位嘛 管理公營 我們在做種樹的事情 欸 局長啊 他不是只有兩千萬 他要我報七千萬啊 叫我這個案子 要我提七千萬的計畫 我說三百顆是要七千萬 這嚇人 太嚇人了 我不幹 他就說 我拒絕接這個案子 然後跟他們說 我不會跟別人講 你們去做吧 你們怎麼做我不管啊 讓你們去做 結果呢 找公務局來種樹 那就是我們的 某副縣長 他來表弟 在公務局當副局長 好 就由他來 負責這個工作啦 但是後來 想一想 七千萬 真的是太高了 所以弄成三千萬 各位 一棵樹苗是三千塊 因為他有 他有規格化的 這樣這麼大這麼粗 這樣這麼粗 比如說這麼粗來說 一棵樹苗三千塊 那我就跟縣長報告 我說 一棵樹苗三千塊 請我去種 一棵 種一棵樹 一千塊 我就接了 我就做了 我就可以去挖那個洞 然後把樹種下去 所以呢 我就願意做這個工作 頂多是四千塊 四千塊 四千塊乘多少 乘三百顆是多少 一百二十萬 怎麼會兩千萬呢 怎麼會兩千萬呢 所以我再三的要求 懲處相關人員 但是喔 我們看這樣的體制有問題啦 因為 現場總是要保持 這個人際間的良好關係 他就跟我說很難辦 這個為了這件事情 為了報紙這樣掀開來 這個教育局跟公務局啊 大大的吵架 吵翻天 搞得烏煙髒氣 他說 你是不是可以忍耐一下 這個事情既然做了 也沒有人告到這個法院去 你就算了 就算了 我當然很生氣啊 我氣在心裡 我也不能夠表示什麼 因為他是長官啊 這一點也表示說 這個氣魄不夠 將來 我們的州長 我們的郡首 我們的市長 一定要氣魄 這種事情要處理 該處分誰就處分誰 種一個是六萬六千塊 實在是太過分了 我剛剛說的 我挖一個洞 種下去 把洞填滿 一千塊我都做了 那可以想見 請工人來做的話 那個三千棵樹苗 三百棵樹苗 一棵三千塊 只不過是九 九十萬了 九十萬了 你再請 要用十萬塊去請工人來做 就綽綽有餘了 樹苗也賺了 工錢也賺了 但是為什麼要兩千萬呢 我有一次在彰化演講 他說這個不稀奇 這不稀罕 我們這個軟鋼盟縣長 在八卦山 種一個是不是七萬多 七萬多 各位 種一個樹苗七萬多 有比我們更兇悍的 可見到處都在屋啊 中華民國的官員啊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這樣吃慣了 為什麼 他是集體貪路的一個集團 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大案子 新屋的那個國小 新屋鄉有一個國小 那是最重要的最大的國小 蓋了一個廚房八十坪 我們給他六百萬還不夠 再來要求一百萬買這個廚具 我說六百萬裡面已經包括給你買廚具了嘛 我當時就開玩笑 跟那個送來的工友說 我說秘書 這個案子有問題 馬上打電話給仁二 給仁二那個辦公室 說這個案子要去查一查 那個女孩子馬上臉都綠掉了 嚇壞了 臉都擺起來了 更讓我覺得心裡有鬼 一定要查 我說好我們財政局跟那個人事室啊 一起去查 去查結果 那個牆壁啊 兒戲牆啊 都用紅磚 紅磚把它疊起來 然後外面浮水你水都看不到 就被抓包了 結果仁二的主任要升官啊 他不敢包上去啦 就叫他們趕快趕快打掉 再重新用兒戲牆做起來 就像大事化小小事化武啊 那人不久就去園子委員會當人事師 人事室主任啊 就這樣子啊 但是這種胡弄啊 就犧牲了民眾權益 我們將來萬萬不可 每一個人要知道說 將來如果擔任這個 民政府的這個官員的話 只要他貪污定案 就是槍斃 就有這件事情 這樣的話我們才能夠把事情做好 所以各位啊 將來都有機會 這些年輕人都有機會 到行政體系來做事 但是一定要認識清楚 我們公務員哪是民資民高 一定要自己要說一場的手分寸 不能夠想到說要去拿外塊 我們的中華民國體制裡面的任何公務員 大部分都是想歪的 有的去做生意 有的喝酒 花天酒地 那有的就是去包山包還有包工城啊 像警戒也是一樣 桃園縣很多人 很多警察都要到桃園來 為什麼 桃園很多色情營業場所 很多違法行業 真言必言他紅包要送來 就是這樣子 這將來我們都一定要解決 完全把它禁決掉 台灣才有 這個必決風輕的一天 我們建設才會蒸蒸日上 我們才會 漸漸的跟那個紐西蘭一樣 正如我當時在 紐西蘭問一個紐西蘭 為什麼你們紐西蘭這麼漂亮呢 他50年前你們台灣跟我們一樣漂亮 只不過因為你們沒有做環保啊 沒有做環保 我們真的沒有做環保啊 這個流亡政府 他來這邊不是要長期的 趕快怎麼樣 趕快剝削 趕快壓炸 能夠炸多少錢拿多少 然後就是支持這個財團 透過這個經濟發展 污染留給社會 造成社會成本這麼高 但私人拿到很多好處 就是好處賺的錢他們拿了 他們污染的這個社會環境 污染整個環境的時候 他可以降低他的生產成本 假如說要讓他做好環保 空氣污染要做好 要水質污染要做好水質的改善 這樣的話他的成本要提高 他就沒有辦法說以低利 低成本來賣高價啦 他現在就為了要賺更多的錢 他就環保不做了 把這個環保的這個害處 留給整個社會來負擔 今天就這個問題啊 我們將來一定要改變完全相反 一定是環保第一 賺錢其次 所以我們將來的發展 就是一定要特別重視農業 各位如果有土地的話 不要隨便賣 只要我們民政府這個掌握政權的話 我們會大量對農家做基本的補助 讓他能夠生存發展下去 那這樣的話台灣才有可能變成一個人間熱土 我簡單用30分鐘的時間 跟各位做簡單的報告 謝謝各位 市議 議官 政議 我們大概就到樓下吃飯 因為7點好